各位家人平安 我是孟妮 我是玉琴 你好 其实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那么的顺利跟如意 然后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阻挠跟波折 但是其实在你进入到教会的时候 或许你会被感压力 或许你会觉得是被逼迫的 但是请你真的放开你的心 这一切呢 都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神会对你做工的同时 你再怎么阻挡也阻挡不了 那我们一路走来 其实真的不容易 但是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里面 因为有着神 让我们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 我们都能够充满喜乐 充满正向的去看待 然后同时也因着神 我们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喜乐 跟平安降临在我们的家庭当中 对就是丰盛满满 那也感谢主 让我们可以 遇到很多事情 跟困难当中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很努力的去 面对这些困难 然后可以去 真的是活在神的一个恩典 其实我们在就是婚姻过程中 还有生育小孩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那尤其是在我们面对我们第一个孩子 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小朋友的时候 很多属世的眼光 教导我们去看待这样的孩子 其实有时候你真的冷静的思考 其实我们大家都忘记 身为父母的我们 你怎么去看你的小孩 你所在意的都是别人的眼光 怎么去看你的小孩 除了怎么用父母的眼光去看小孩之后 我们要去注意 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 怎么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孩子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这个孩子是 唐宝宝 那他比较特殊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会被挑战 你会被影响你的决定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说 你要把你的专注力定进在神上面 然后让你可以去做出 对你自己没有遗憾 然后也可以在神当中是 这样讲会不会太严格 就是符合神的意识 跟符合神的教导 让我们去看到说 他的安排是有他的用意的 那我相信 我们相信这样子做的话 只要是遵照神的职业去这样子做的话 恩典跟见证 就会在这个当中去蒙证出来 那我觉得 恩 不管在怎么困难的事情 或是在怎么能去解决在家 家庭的事情也好 或是在任何点点地点的事情当中也罢 我觉得只要用这样子的方式的话 很多事情你会可以比较 恩 不要用舒适的角度去看 会比较能够去 恩 可以能够去 完成神对你的安排 跟完成神要去给你的这个礼物 也会更容易去领受到 这样子 神给的困难 神一定也会给你足够的帮助 恩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真的有神 然后依靠神 你会 你的整个心情压力啊 各方面 其实都真的会差非常的多 对 神给你的真的是比你所需所求的 都还要多更多 对 谢谢大家 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神祝福你们 然后让大家也都平安喜乐 阿们